好,我們繼續看下一個題 還有這個平均 他這邊還有信賴區間 但是這個信賴區間的算法就跟剛才的幾乎是一樣 就是μD 他是在Dbar的這個正負的範圍 t2分之α然後sd 這是他的一樣標準物,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如果同樣的概念用算到9-7 他的90%信賴區間 你一樣可以算出來,他是個範圍 大概-4.2跟37.6 那這個有涵蓋到什麼?μD等於0 所以他就不會拒絕虛無假設 這樣草擬都可以睡著 太厲害 好了,這個信賴區間的概念就一樣,我們就跳過去了 那這邊的空氣品質 這個也有 跟我們環境的議題比較相關 他認為 第一年的空氣品質跟第二年的空氣品質有沒有改善 這可以做一些檢驗 好啦,我自己做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 剛談到的都是 平均數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比例 比例的概念 這個比例有一點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他也是在談兩個母體啦 但這個應該是獨立的母體 兩個母體要算他的比例是不是一樣 包括像是男生運動的比例跟女生的運動比例是不是不一樣 有人認為可能男生比較懶 所以男生的運動比例可能會比女生的運動比例低 對不對 或者說學生擁有電腦的比例跟非學生擁有電腦的比例 是不是有差別 所以這個比例的概念就是回到我們之前的那個什麼 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項分配的那些東西 好 所以他的虛無假設呢 會是什麼 我就是從兩個母體取樣 那個取樣出來的那個結果不是算 算平均值 而是算什麼 而是算 算 proportion 是比例 所以虛無假設就是這兩個樣 母體取樣出來的比例 P1跟P2理論上應該是要一樣 那虛無假設呢 可能就是不一樣 對例假設啦 對不起 對例假設是不一樣 所以把他倚向過去 P1-P2是0 好那現在這邊有一些 當然接下來就是重點要去怎麼去找出他那個減定值 對不對 那找出這減定值的過程有點麻煩 我們 解釋一遍來看他 就大家盡量聽看看能聽得懂 如果聽不懂 當然 就就就把他 稍微背起來 好啦我們 通常說你要去估計原來的第一個母體的P1 這個是母體的P1 母體1的比例 是用什麼 採樣出來的P1 hat 我們把它加一個寶蓋就是hat 帽子嘛 這個P1 hat就是你從母體取N1 第一個母體取N1個樣本出來 裡面有什麼 X1個 X1個樣 他的樣本是什麼 是屬於某一個 Event 就是像 運動的 或者是沒有運動的 就是二分法 binomial 所以P1 hat 是N1分 S1 這個我們是用來用樣本 可以來估計什麼 母體的P1 同理呢 P2 hat 因為這是有兩個樣本 兩個母體 所以第二個母體取的第二個樣本 叫P2 hat 是N2分 S2用來估計P2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個P P是代表整個母體 兩個母體的 Overall的比例 就是男生的母體跟女生的母體 這兩個母體的比例 加起來 就是反正就不分性別 不分性別 他運動的比例 如果以運動來概念來看的話 所以P是代表兩個母體的整體的比例 那 我如果要去估計這個P的話 這兩個 兩個母體加起來的整體比例呢 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P bar 用P bar來估計P 那這個P bar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P bar你其實仔細來看 他其實就是把原來的這兩個樣本 P1 hat跟P2 hat 把它做什麼 相加起來而已 就是把 兩個 從個別母體的取樣 取樣出來的總量 N1加N2 這兩個母體 兩個 從兩個母體取樣的樣本數 第一個樣本數 第二個樣本數 分支什麼 S1加S2 那S1就剛說過 在第一個母體的成功的 然後再加上第二個母體成功的 這兩個加起來 所以N1加N2分支 S1加S2 這個其實就是我的什麼 叫P bar 就是類似 總量的 Overall的 總 Total的什麼 總運動數 不管男生跟女生的運動數 運動的比例 所以P bar就是N1加N2分支 S1加N2 這個東西可以把它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N1加N2分支 N1乘以P1 hat 加上N2乘以P2 hat 可不可以 這一樣嘛 因為你的P1 hat 就是這個嘛 你把它乘上N1 之後就變成剩下 X1了嘛 是不是一樣 這個很簡單的代數啊 很簡單的代數 那這個 這樣子寫的方法概念 其實是什麼意思 這寫的方法概念 其實就是類似一個加權 加權 知不知道意思 加權就是把N1加N2分支N1 乘上P1 hat 這個是加權的概念嘛 總量分支 我的這個量的分數就是加權嘛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waiting的概念 所以它把它寫成N1加N2分支N1乘以P1 然後加上N2乘以P2 就等於是個別P1的加權 加上P2 hat的加權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展開就是這個東西啦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P bar這個 這樣一個數字來 估計我的母體的什麼 這個母體是兩個整個母體 是兩個母體整體的一個比例 先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那接下來 就是 它這邊要做自己檢定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這時候要看它的比例 P1 hat跟P2 hat有沒有差距嘛 因為我們的虛無 我們的虛無假設是這個嘛 P1-P2等於0嘛 對不對 好那但是我們是用P1 hat跟P2 hat 所以我們就是來看 P1 hat跟P2 hat之間有沒有差距 所以P1 hat跟P2 hat 或cap 這個反正就是戴一個帽子 這個相減 的這個差距 它也會形成一個distribution 那這個distribution的標準物呢 就寫成 Sigma P1 hat 減去P2 hat 這是它的標準差啦 就是類似標準差 但是它是一個 因為統計量 所以把它叫標準物 它的這個標準物呢 是等於 原始母體的什麼 原始母體的標準物 原始母體的這個變異數 加上另外一個母體的變異數 兩個相加開根號 開根號才會變成標準差嘛 是應該是等於這樣 這個有點像剛才我們的那個 S1 bar-S2 bar 有沒有 它的Sigma 或Sigma square 只不過我們剛才是用Sigma square 是等於是什麼 各個母體的什麼 各個母體的原先的變異數啦 那現在一樣也是這樣 這個是比例 那比例的 方法 算這兩個差距 P1 hat-P2 hat 這個變異數 或它的標準差 會是等於 原始母體的變異數 加另外一個 原始母體的變異數 相加開根號 那就得到它的結果 那 原始母體的變異數 我們如果有記得這個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變異數的算法是 就是 N1 N分之PQ Q是什麼 Q是1-P的概念 對不對 懂不懂 P 這個Q是什麼 Q是等於是 P是成功的機率嘛 Q是什麼 失敗的機率 所以它的這個 變異數的算法是 N分之PQ 那現在因為兩個 所以是N1分之P1 Q1 N2分之P2 Q2 所以得到這個結果 就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 Proportional差異的什麼 標準物 可以這個算法 那這個算的過程中間 因為標準物我們說過 在做檢定數字的時候 最主要的就是那個 分母的標準物嘛 那這個標準物 它是可以這樣算 但是這個算法 過程中間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P1跟Q P1 Q1也好 或P2跟Q2也好 這兩個是不知道的 這兩個是代表什麼 母體 第一個母體的成功的機率 跟第一個母體失敗的機率 那P2 Q2是什麼 第二個母體的成功跟失敗的機率 這兩個是不知道的 P1跟P2 這兩個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雖然它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如果在虛無假設 剛剛說過 其實在虛無假設之下 我們是假設什麼 虛無假設是 假設這兩個比例是一樣 對不對 P1等於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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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我們的虛無假設 不是這樣子嗎 P1等於P2嘛 對不對 母體的兩個比例是一樣 那這兩個虛無假設的情況之下 如果P1等於P2的情況之下 這兩個其實就是等於 我們剛才說的 Overall的P 會等於它的P 這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你假設 這個P1跟P2相等 它這個兩個相等的結果 會等於它 因為我們剛說這個P是什麼 P是兩個母體加起來的 整體的比例會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你想想看 假設 男生運動的比例是60% 女生運動的比例也是60% 那兩個 兩個母體加起來的 運動比例是多少 應該是不是也是60 對啊 所以 在虛無假設之下 你的P1跟P2如果相等 那這兩個相等的數值 跟你的Overall的整體的 整個兩個母體相加起來的 整體的比例也是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P1 P2可以等於P 那但是我們剛說過 這個P怎麼去估計它 P去估計它的情況之下 剛剛說過 是利用兩個樣本的加權的 P Pbar來估計P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Pbar來估計P 好 那如果我們可以用Pbar來估計P 然後這邊 這時候 Pbar來估計P 那P又等於P1又等於P2 所以呢 我們剛才的這個標準物的公式 這邊的P1就可以 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P 然後呢 Q就可以改寫成Qbar 這Qbar其實就對應就是Pbar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PQ Pbar Qbar移出來 Pbar Qbar移出來 移出來結果 最後這邊就生下 N1 加N1 加N2 然後前面就是 Pbar跟Qbar相乘就可以 這個只是很簡單的代數嘛 就是因為你的Pbar是對P最好的估計 所以我就把Pbar來取代P Pbar又取代P就等於P1又等於P2嘛 因為是P1P2不知道嘛 所以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個P1就變成Pbar Q1也變成Qbar P2也是Pbar Q2也是Qbar 所以Pbar可以把它整個拉出來就變成這樣 然後最後只剩下後面乘上就是這個東西啦 所以最後我們算出來的樣本比例的標準物呢 就是這個東西啦 有沒有 那最後呢 因為你有了標準物呢 所以我們最後 去算出它的減定值 算出這個比例的減定值 就是 利用你的觀察值 觀察值就是P1 hat 減去P2 hat 這是它的觀察值 減去P1減去P2 那P1減去P2當然在虛無假設是0啦 所以這個等於是0 這是你的期望值是0 然後呢 除以你的標準物 那標準物 剛才根據這樣的說法 你可以把它算出它的標準物 就是等於P1bar乘上Qbar 然後再乘上N1分之1加N2分之1 那Pbar是什麼 那Pbar剛剛說過 其實就是 兩個取樣出來的什麼 總數啦 樣本數 分之成功 個別的成功數相加 那Qbar就是1減去Pbar 就這樣 那當然 那P1 hat P2 hat 就剛剛說過 都一樣的東西 所以最後算出來的這個 要比較兩個母體比例差距的 這個Z減定 就是用這個公式 用這個公式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重點是 比較差別的是在這邊 我們原先的這個標準物 原來是要針對 P1 Q1 這個去算 但是我們假設是虛無假設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可以把 用Pbar來 估計它的什麼 P P P又等於P1 P2 所以最後才得到這個結果 好 那如果 不太懂也沒關係啦 就是把這個公式背起來 這個就算它標準物的重要公式 好啦有這個公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 比例的樣本檢定 那當然 一樣是隨機樣本 而且是獨立樣本 這個又回到獨立樣本 比例的是算獨立樣本 然後最好 NP跟NQ要大於等於5 好 在這裡面呢 我們來看例子 好啦這個例子也不難啦 就是感染 就是說 都是80% 就是說 34家小型安養院有12家 感染是小於80% 所以 34分之12就是小於 它的感染率小於80% 那另外大型的 大型的安養中心是 24家裡面有17家是感染率小於80% 所以它觀察的現象都是感染率小於80% 那只不過是區分大型安養跟小型安養 這個 這個兩個樣本 那所以 它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現象都是感染率小於80% 但是它的什麼 但是它的比例是不一樣的嘛 一個是34分之12 一個是 24分之17 不要看到80%就認為是什麼 只是它要算這個80%的比例 不要亂看 好所以在兩個不同的安養 形態的安養中心 它的感染率都是小於80% 這兩個數據有沒有差別 就是在談這個 談這樣的一個東西而已 那α是0.05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去檢定 這樣的一個比例的一個概念 那 好 這邊 我們看 乘數主張 假設 所以你的H0是P1等於P2 它認為是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它主張是在虛無 對例假設呢 就是它是 不相等的 那α是 因為是雙 雙微檢定 所以算出它的α 0.05之下 正負 1.96 然後接下來要算它的 P1 hat 跟P2 hat 還有它的P bar 跟Q bar 然後我們才可以帶入 我們的那個 檢定公式 所以P1 hat 是 剛剛說過 34分之12 那P2 hat 是 24分之17 所以一個0.35 0.71 然後呢 這時候你可以去算出它的P bar 那P bar就是 兩個樣本 3424 將加 分之成功的 12加17 所以是 P bar是0.5 那Q bar 當然也是0.5 那這些 四個數字算出來之後 你就直接帶入這個 這個檢定的公式 所以P1 hat 減去P2 hat 就是0.35 減去0.71 然後扣掉 P1等於P2 所以這邊是0 然後呢 P1 bar 乘上 P bar乘Q bar 是0.5 0.5 然後乘上這個 一個34分之1 一個24分之1 然後開根號 那這樣算出來的結果是 負2.7 那Z 這個是它的 減定值出來了 那這個減定值 負2.7的情況之下 去跟我的這個critical value 負1.96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負1.96 在這邊 負2.7在這邊 所以當然它落在什麼 落在拒絕域 那落在拒絕域 所以當然就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兩個不同形態的安氧中心 它的感染率其實是什麼 是有很大差別 是有很大差別 所以它是用比例的概念 但是算比例的過程中間 重點就是要把這些 比例的這些公式要把它算出來 然後才能夠帶到公式裡面 去算它的減定值 同樣類似的概念 工人 男性工人跟女性工人 各100個人 取樣各100個人 然後發現7%的男性 每週超過5天 7%的工人 每週工作超過5天 女性的是11% 所以這邊要觀察的現象 超過5天的這個 成功的這個結果 工作超過5天 所以他的 活動是工作超過5天 只不過男生只有7% 女生是11% 那他認為在0.01的這個機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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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個 誤差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這個有沒有超過他 男性有沒有超過他 男性有沒有低於他 有沒有低 他被強調低於 所以他的這個 主張是什麼 P1小於P2 那 虛無當然就是 P1等於P2 因為P1代表男生的 男生的比例 是低於女生的比例 有沒有 達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同樣的方式 一樣去做 算零界值 α是0.01 那這個是單位檢定 檢定出來是 Z是-2.33 然後一樣再去算出他的這個 算出他的 P1 P1 hat跟P2 那因為P1 hat 是given 已知的啦 P1 hat是7% P2 hat11% 是題目給你的 那其實接下來 你就可以去算出他的 P bar 那P bar怎麼算呢 其實這邊 課本這邊可能寫錯了 這邊應該是 S1加S2除以N1加N2 不是S1 bar 這個沒有這個bar 這個bar應該拿掉 好這樣的話 那你當然 那你的S1 S2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但是你的N1N2是知道 因為N1N2都是100嘛 那但是你知道P1 bar 所以你可以算出S1 S1一個是7一個是11啦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用加權 剛才說的加權公式去算 那加權公式怎麼算 其實跟這個一樣 加權就是N1P1 加上N2P2 那其實就相當於算出 N2X1的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都一樣啦 所以算出來你的P bar呢 是大概0.09 那Q bar就是0.91 那把這些數字 帶進去你的 檢定的公式裡面 就可以算出來 他的Z是-0.99 那-0.99 跟我的 零界值看 -2.33 當然他是落在 非拒絕域啦 所以當然就沒有拒絕他 所以這個比例沒有差那麼多啦 OK 就這樣的概念 好這個是比例的東西 但是這邊接下來有一個比較 比較tricky的地方 比較tricky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之前說過信賴區間 跟我們的假設檢定是有一致性的概念嘛 對不對 因為他用的公式是一樣的東西 把瞌睡還微笑 不簡單 我們之前看到的這個 信賴區間 他的算法 跟你的假設檢定的東西幾乎都是一樣 幾乎是100%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信賴區間來 搭配假設檢定 對不對 之前看過幾個都這樣 但是這邊如果兩個比例這邊有一點差距 這個信賴區間 他這邊如果是 算兩個比例的信賴區間 他的算法 雖然前面這個當然 P1 hat-P2 hat 這個都一樣啦 然後Z的二分之α也一樣 但是差別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他的標準物 在 比例差距的信賴區間 他的標準物 這時候就不是用P 不是用P bar跟Q bar來算 他這時候是回歸到 P1 hat跟Q1 hat 去算他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怎麼講 這個應該算是 統計學家有些不同的見解 有些不同的見解 那至少我們這本課本裡面 他在算信賴區間的檢定的時候 他的標準物 是拉回什麼 拉回你原先的這個 採樣的是個 取樣的這些 P1 hat跟P2 hat 來看 而不是用所謂的 綜合性的概念來看 不是用虛無假設 像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這個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主要是利用虛無假設的情況之下 P1等於P2等於P 這樣去算他 所以才會得出這個結果 但是如果拉回信賴區間的話 他認為是應該回歸到 用原始的 P1 hat跟Q1 hat去算 或P2 hat Q2 hat去算 他的標準物 所以他的信賴區間是這樣算出來的 那這樣的話 算出來的結果 就會產生什麼 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 你用信賴區間 帶這樣去算 跟我們原來的檢定 去假設母體是一致的標準物 這樣去算 算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只是說 所以你在檢定比例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是要用這個信賴區間 去做檢定了 不是用課本所提供這個信賴區間 去做檢定 這邊只是單純就提供你一個信賴區間 這樣而已 那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在網路上有人在談到 統計學家他們有時候認為 他們在檢定跟信賴的時候 他們會使用同樣的標準物 當然如果他使用同樣的標準物 就代表這邊 他也是用什麼 也是用剛才 前面檢定的那個標準物 就是用 P bar Q bar乘上 N1分之1加N2分之1 如果是用這樣算的話 那當然你還是OK 你還是可以用信賴區間去檢定 去跟你的檢定去做搭配 去做驗證 但是現在如果是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的公式是有點不一樣 特別是在標準物這個公式 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比例上面 這個 比例差的這個信賴區間 就沒有辦法直接拿來 套用我們的所謂的 統計檢定這個概念 所以這是課本特別有提到這部分要注意到 那這邊接下來 其實他其實還是讓你去算一下 他的這個95%的信賴區間 那直接代公式算出來 大概算出來結果 大概 也還好 因為這個算出來結果 他的P1-P2是落在-0.6跟-1.1 有沒有寫錯 -0.6跟-1.1 那所以呢 他們的距離是 我們原先的虛誤假設 P1跟P2是怎麼樣 P1跟P2 是0嘛 對不對 那0有沒有落在這裡 0是沒有落在這個區間嘛 那我們原始的9-9 9-9 9-9 9-9一樣 因為9-9是跑在這裡來 所以他是 0是沒有 理論上是0是就沒有落在那個區間裡面 但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區間的算法 跟我們原來檢定的算法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他可能會有些許的差距 所以可能會產生 不同的結論 但是以這個題目來看 9-9 跟他算的信賴區間來說 他算出來的信賴區間也是不包含0 所以當然還是可以 可以參考 所以這邊其實沒有什麼結論 沒有什麼結論 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只是告訴你信賴區間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這個檢定的結果 因為他的數據是 他的算法是不一樣 所以你就不能夠用信賴區間來當作是一個 檢定的一個標準 不像我們之前前面幾個都可以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 好 這個一樣回自己看 那我們最後來看這個變異數 也是可以檢定的 變異數可以檢定 那只不過這邊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上禮拜談的這個變異數的檢定是 單一母體的 變異數 單一母體你取樣出來的樣本 跟你的母體的變異數的檢定 那個時候我們是用卡方檢定 是用ki square 有沒有印象 他是用ki square檢定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邊做兩個變異數的時候 他這時候不是用ki square 因為ki square基本上他是利用ki square的distribution 有一個卡方分配來做他的這個檢定值搭配 那如果是在做兩個變異數的時候 他會這時候會變成是用所謂的f 變成是一種f分配 不是卡方的 變成是f分配 那我們在比較變異數兩個母體的變異數 其實這個也是類似 同樣的概念 因為變異數或者是標準差 是代表什麼 這個資料的分散程度嘛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說 利用標準變異數 標準差來檢定兩個母體的時候 來看像什麼 溫度的變化 城市 兩個地區 他的溫度變化 會不會 一個溫度變化比較大 一個溫度變化比較小 或者所謂的 男性的膽固醇的變異數 會不會比女性的膽固醇來得高 這個等等 就是可以去看 探討兩個母體之間 他的資料的分佈差異會不會很 很寬廣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去算呢 如果假設 我們是從 母體也是要常態分配 從兩個常態分配的母體 我們挑兩個獨立樣本 那當然虛無假設是認為他的母體 這兩個母體的變異數是相等 Sigma1Square等於Sigma2Square 這是他的虛無假設 那我們利用這兩個 母體取樣出來的樣本的變異數 S1Square跟S2Square 這兩個變異數 去把它做相除 S1Square S2Square 這個 除出來的 這個 新出來的 得到這個值 他其實會呈現出一個 叫F分配 F分配其實跟卡方分配有一點像 他也是根據不同的自由度 根據不同的分子分母的自由度 會得到一個不同的 Distribution 而且他的這個分配呢 都是永遠是大於0 F分配大概是呈現 類似這樣 這是課本的 這是網路上抓的另外一個 F分配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接下來就是 主要是利用這個東西 兩個變異數的相除 來決定 來決定他的這個差異性 那 剛說過就是兩個母體 取樣出來的樣本 他的變異數相除 會得到一個F分配的結果 F分配他不會是 不會是負值 永遠大於0 而且他會是一個正偏寫 是靠左 那 平均數 大概是1 那這個時候 他會有 他會有兩個 F分配這個曲線會搭配 分子的自由度跟分母的自由度 來決定他的一個曲線的分佈 所以這個重點是 分子跟分母自由度都要知道 那 減定呢 用什麼減定 這個減定 寫成S1平方 除以S2平方 那當然就代表兩個樣本的 樣本變異數的相除 但是這個怎麼去安排 誰在分子 誰在分母 這個又有一個學 不是學問 這是他的定義 你要把比較大的樣本變異數 就是大的變異數數值要放在分子 小的呢 要放在分母 那這樣 不是好處 這樣結果 所得到這個減定值呢 是不是一定就大於1 因為你的分子比較大 分母比較小 相除一定是大於1 那既然是大於1 那我們剛剛說過 F的平均數大約是1 所以基本上在做F減定 都會是往右偉 往右偉減定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大的樣本變異數放在分子 小的放在分母 所以這個減定出來 指一定都是大於1嘛 那因為F分 F分配的平均值是1 所以他基本上F減定出來都是在右邊 所以會是在所謂的右偉減定 自由度 當然分子的自由度 大的變異數 放在這邊 分子的自由度就是n-1 n1-1 分母的就是n2-1 好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只是叫我們先去算出他的零界值 算零界值當然我們可以去查 查表 如果不查表的話 Excel其實也有提供內建的函數 叫做f.invert.rt rt就是右偉 因為我們說過我們都做右偉 所以你可以利用f.invert.rt 那之前是t.invert 是t分配 那開square 對不對 有開square的invert 有沒有 所以Excel裡面都提供這些方便的公式 讓我們直接去 函數讓我們直接去算出來 所以像這個題目來說 他的右偉減定的零界值 所以f.invert.rt 然後他的alpha是0.05 直接把0.05帶進去 然後呢 分子的自由度是15 分母的自由度是21 所以先寫分子的自由度在第2個 第3個 參數才是放分母的自由度 所以15 21 然後算出來的 就是他的減定值 所以這個直接公式帶進去就可以算出來 不用插表 那如果要做雙尾減定 那做雙尾減定的情況之下 你這時候要自己要先去把它除以0. 因為alpha 0.05要做雙尾減定 他的時候是0.025 0.025 那他搭配的 分子的自由度 21 分母的自由度是12 分母的自由度是12 這個 這個應該寫錯了 分子的變異數 應該 如果他自由度是21就不用再扣了 因為自由度怎麼算 自由度是把他的樣本數-1 所以這邊應該是21 所以這應該不是自由度 這應該是樣本 樣本數 樣本數是21 那分母的樣本數是12 所以在 各扣掉1之後才會變成是20跟11 然後去算出 f.inv 然後這個 這個原來的機率是0.05 但是是雙尾 所以要除以2 變0.025 就可以算出f 算出來是一樣的結果 那使用f減定 就是當然 剛剛再次強調 你的大的 大的變異數要放分子 小的放在分母 那雙尾減定的時候 還是要除以2 但是我們通常都是針對 雖然是雙尾減定 但是 通常我們通常是看右尾的值 因為你的f值本身就是什麼 f值本身就大於1 那我們說過f 他的平均數是1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的減定 通常還是看右尾的 看右尾的臨界值 但因為他如果是強調是要雙尾的話 還是要記得要把顯著水準 α除以2 還是要除以2 如果是給樣本標準差 當然要記得平方 因為我們是要用變異數 這是變異數不是標準差 所以要記得取平方 類似這樣的概念 其他的 一樣是獨立樣本 我們來看例子 這個例子是看抽菸跟沒有抽菸 抽菸的心跳速度跟非抽菸的心跳速度 他的變異數是不是不太一樣 所以他有取樣 抽菸的取26個 非抽菸的取18個 抽菸的他的這個變異數是36 非抽菸的是10 所以當然這看起來好像蠻顯著的 一個36一個10 但是我們還是要檢定看看 α等於0.05之下 看看這個是不是OK的 看看有沒有差別 所以 一樣 你的假設是 虛無假設是 Sigma1²等於Sigma2² 對立假設就是兩個不相等 變異數不相等 然後算出他的critical value 這邊因為他是雙微 他只是不相等 所以他是雙微 所以記得你的 F.invert 你還是用RTOK啦 用RT去算的話 你要記得把這個 probability這個機率這邊 原來是0.05 要除以2變0.025 然後 然後你的 他剛才告訴你 這個要放什麼 S1平方36 這個比較大 所以這個要放分子 這要放分母 所以分子的 分子的自由度就是26-1 分母的自由度就是18-1 所以就分子的先寫25 然後分母的後寫17 然後算出來的結果就是他的什麼 他的臨界值 臨界值 所以臨界值是2.548 2.548 那課本這邊查表是查出2.56 所以稍微有點差距 那接下來減定值很簡單 就把剛才那個36除以10 那 再進去就變3.6 那3.6因為超過2.56 所以當然是落在 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什麼 這個心跳的 其實是有差的 有差的 那另外 這些題目都很簡單 割草機的噪音 那有分 騎乘式的割草機 跟這個什麼 推式的割草機 台灣 比較少人在用割草機 對不對 一般我們看到人家 都是 學校派遣人家來掃 對不對常常會有人在割草 那 那美國呢因為他們都習慣自己有大庭院 所以他們都會買 家裡一定要買割草機 因為你家裡的草 那個草若長太長鄰居去告你 你是要被罰遣的 所以你就必須要自己去割草 割草的話你就要去買 看騎乘式的 騎乘式當然就是你可以騎在上面 開一台車子一樣 推割式的就是用推的 那這種 要看它的噪音水準 有沒有差很多 一個是93.2平均 那標準差4.3 那推式的話 它是 噪音是89.5 標準差是3.6 那現在要看看它的這個變異數 變異數有沒有差別 那alpha是0.01 所以虛無假設 Sigma1²等於Sigma2² 那他認為是可能比較高 所以Sigma1²大於Sigma2 就是 奇乘式的會比較草 它的變異 變異量 不是比較草 變異量比較大 它的變異量比較大 因為這個時候不是算平均啦 所以是算它的變異量比較大 那一樣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 那這時候比較大的要放在分子嘛 所以 比較大的是 4.3 一個是3.6 所以 16步 這個是讓它分子 所以16-1變15 變異量 然後這個是12步-11 那這時候是單位檢定 所以這時候直接寫0.01 算出來的F 4.25 左右 F4.25 然後就算 零界值 算它的檢定值 直接就把4.3 但是要記得起平方 除以3.6的平方 算出來是1.42 那1.42跟當然4.21比起來 當然 還是在蠻比較靠左邊的 所以是 落在非拒絕域 那落在非拒絕域的話 所以我們當然就沒有辦法拒絕 虛無假設 所以代表沒有比較 它的這個 變異量 就是這兩種割草機它的噪音的分配數的變異量沒有差太多 好 最後一題是機場的旅客 航空公司 他認為美國航空公司的人數 旅客人數變異數會大於外國航空公司的人數變異數 那這邊他取樣取了一個取了6加一個取了4加 都取得蠻少的 那他要算看看這個是 這是人 這些資料的變異數跟這些資料的變異數有沒有差很多 那這時候還是可以用P-Value的方法 那怎麼做呢 一樣 先去陳述他的主張 所以兩個 兩個變異數是一樣 那他認為美國的 航空公司的乘客變異數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Sigma1² Sigma2² 然後呢 因為這時候是算用P-Value 他這時候算P-Value 所以我們這時候不算他的 Critical Value 不需要算他的 零界值 零界值 我們直接算他的減定值 那減定值 這個S1²跟S2² 題目沒有告訴你 那怎麼辦 沒有告訴你就自己算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S1 就是這個的變異數跟這個的變異數 沒告訴你那就自己算 自己算就用Excel直接算 好就可以算出來他的變異數 他的變異數 那這個比較大放分子 然後這個比較小放分 所以算出來的減定值是2.57 那2.57的話 再去看他的P-Value 那這個P-Value要怎麼算呢 P-Value呢 我們這時候 要用F.Dist 用P-Value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用F.Dist 那如果是用Critical Value 我們才會用什麼 F.Invert 才會用Invert 因為這是反逆向的概念 所以他的F分配 F.Dist RT 是右偽的減定 右偽減定 那是 他的減定值是多少 剛剛減定值算出來是2.57 所以2.57 然後一樣這邊是分子的自由度跟分母的自由度 所以一個是5 一個是3 所以2.57代入去53 算出來的P-Value是0.2336 那P-Value算出來是0.2336的話 再去跟我的Alpha Alpha是多少 0.1 所以0.2336大於0.1 所以他是落在左邊 是落在 非拒絕域 所以因此他的變異數並沒有差太多 就是美國航空公司跟國外的航空公司的 旅客的人數變異數並沒有差太多 所以這是用P-Value的方式去做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最後我們的結論就是 反正在第九章我們看到的東西 其實跟第八章 基本上是同樣的概念 只不過因為他今天在算 是兩個母體之間的關係 所以 有些計算的這個減定值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稍微遲到一下就好 就結束了 那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就記得 9點10分就要來考了 你如果遲到就沒得考 所以沒有來的同學要跟他講一下 我們考一樣考 應該不用一個小時 搞不好快一點 十幾分鐘就做完 當然你們都拖很久 我都不曉得你們在拖什麼 奇怪 這個檢定的東西 或是剛上次我們考那個信賴區間 明明就是這麼簡單的幾個計算 為什麼會拖很久 所以下禮拜 9點10分開始考 當然可以讓你們考一個小時 但不用那麼久 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算出來 那我們 所以考完就下課了 那下禮拜開始我們接著上 我們 課本的安排 原來第10章是做回歸分析 但是我會先跳過回歸分析 我們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上第11章 還有第12章 因為第11章跟第12章的概念 會跟我們 在看的這些假設檢定 還是有點關聯性 所以我們就一次 一氣呵成 把它看完 把它看完 所以我們 最後我們再 再花一點時間看那個回歸分析的東西 回歸分析的東西當然 也蠻重要的 因為 你們以前 像至少你們之前在做很多實驗 都做很多 很多數據嗎 數據算出來 最後不是在做回歸嗎 對不對 然後回歸分析 除了做數據的回歸 他還有很多在探討一些 數據上面的一些 意義 所以那個我們是到最後再來看 好 第9章就上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就考第8章而已 第8章的小考 所以 重點就是你們要把那個 假設檢定的概念要能夠搞清楚 好 因為第9章像這個就一樣 然後接下來 11章12章也都有點相關 所以一定要先搞清楚 好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 多久了 536 現在 採訪 得分析